我看见有个人在喷一喷,我以为他入我 为什么这么好欢迎我呢 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 圣经说,我的心啊,你要清重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清重他的名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赞美我们的主 请大家一同起立 我们一同唱今天的诗歌 你的信实广大 祢的信实广大我身我天父 祝你永远不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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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伤独带 现在我手 再说多一次 你赦免我 罪过 似永远安眠 你相怨我 同在我贵人命 azzy anty 带回忆 my song 我记得和快按き 咀咀咀咀咀咀 你猜尊 相怀来 你猜尊 相怀来 天全空清神 感兴兴生人 佛所随忧 力安藏 豐富以为 为你生生 共大 天在我生 请大家一同跪下 我们一同来唱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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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慈悲的主耶稣基督 祝我们今天来到祢的面前 充心地来到敬拜祢 求主祢连吻我们 恩待我们 祢的爱再一次 来到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爱 不是单是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的仪式 而是我们亲亲切切地来到 经历到主 祢与我们的同在 好让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带着希望的来到祢的面前 来到敬拜祢 来到与祢相聚 祝今天 我们来到祢面前 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心中 需要向祢倾吐的说话 求主祢体验我们每一个 在这个时候 祢再一次的 来到安慰我们需要祢安慰的人 鼓励我们需要祢鼓励的 祝福 我们需要祢更大的祝福的 医治 我们生命中 有任何的疾病 求主 祢都按手医治我们 好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是全能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欢乐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 数算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唱 当你遇见 天父难于同行重行 当你遇受风 丹致福着夜晚 若霸主的恩归 冲头数日送 别但叫你 听彼得正义寬服 主的恩归 仰仰道要送 主的恩归 主的恩归 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归 仰仰道要送 别但叫你 天天荡者以怀吾 第二节 每逢做于心灵 各人大振战 不要为此心 等人主意得先 若勿主的恩归 徒相甘道要依 公项 这边向了你几几几几净 正借已宴赴 我们一同来念我们的《使徒信经》 我信神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稣基督 神徒生子 由同精女玛丽亚受圣灵感日而生 在本标比拉多手下扫纳 被钉十架 受死 埋葬 我会今晚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 有机在暗 审灌为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仪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則赦免 我信身体徒会 我信人生 阿们 我相信每一个礼拜 大家都是念这个《使徒信经》 我希望大家明白 为何教会要我们念这个《使徒信经》 很多大的宗派都有《使徒信经》 很多大的宗派都有《使徒信经》 我记得 我初来美国的时候 我是来这间神学院 宣导会的神学院 在这里过去那边 有一个入门口的地方 我见到一个同学 年纪很大 他也有68岁 七十岁 来这里读神学 我是年轻人 我有读神学 我问他 我说 哇 你这么老 还来读神学 因为你读完四年 拿个学试 这里只是有学试 又要再去第二间读多三年 拿个碩士 然后才可以按立牧师 然后才可以按立牧师 我说 你这么大年纪 你读完都要七十多 按立牧师 你就立刻退休 这个同学跟我说 他说 年轻人 你不明白了 他说 我现在读神学 是因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当兵 我有一个老友记 和我一起打仗 在战场上 有一天 我们一起打仗的时候 一起出征的时候 他踩到地雷 将它炸到 整个肚腩炸烂了 那些肚腩流出来 他说 当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看着我 他问我 他说 你信不信神 我告诉他 我信了 他很开心 立刻笑一笑 他说 这样就好了 那你快点告诉我 我怎么可以上天堂 他说 我抱着这个朋友 看着他死 但我说不出 如何他可以上天堂 大家明不明白 那个痛苦在哪里 今天很多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信主 我们有永生 如果人家今天问你 在一个最危险的时间里面问你 你信耶稣的 是吧 你信神的 是吧 不是 你要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 仕途信经 很多年的历史 从前的仕途 将他们的信仰 全部写出来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家 每个礼拜这样来念它 就是当有一天 你面临需要说出 你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 你不用想 记得吗 仕途信经 就是说你整个信仰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每个礼拜 在那里这样念一下 我们基石堂 常常要念仕途信经 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 我们的信主 整个的信仰 从头到尾 OK 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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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圆兵 责彼 迎合送兵 圣洁 各道名妖全送兵 大地总赞欢唱 赞美你明知 耶稣千贵都照过一彩 贫族万国高昌 赞美你明知 从永远到永远 未知 要过智天 随你意外 走得路线 为着你 随你意外 走欢到江美明知 随你意外 别会有 会有别的 我已不受决定 责彼 迎合送兵 圣洁 各道名妖全送兵 随你意外 走得路纯 为着你 随你意外 走得路纯 为着你 随你意外 别会有 会有别的 我已不受决定 责彼 迎合送兵 随你意外 别会有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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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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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外 别会有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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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外 别会有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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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外 别会有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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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他的 一切因为 特别这里 在这里还是中国人 有 会有 票在这里? 中国人有一句句话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说,无论 他说, fountain you 眼头 转眼即忘 吸你拳头 一辈子不忘 有没有听过 有啊 因为我也没有听过 人家给你面包 你眨眨眨就不记得了 但若果人家打你一拳 你一生都记住 是不是 这句说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 很多时候我们得人的恩惠 少少的东西人帮着我们 眨眨眨眨我们忘记了 从来都不记住 但人家对你不好的东西 你呀 我一生都记住他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给你一张纸 大家一起写下 你最真爱是谁 有几多一件事你很生气的 我相信 整张纸都不够你写 是不是 很多东西 那个坏人又这样对我 我小时候他怎么欺负我 有些很生气我们的父母 我爸爸妈妈 十四个儿子 我最记得 我们1979年 有个大团聚的时候 我爹地妈妈就 弄了一个录音带 他说我们两个都老了 不适合站在上高说话 是什么的 我们录了一个录音带 你们可以拿回去慢慢听 那我们就听了 我回家当然是听了 你猜我妈妈怎么说 她说我们十四个 从来我都没有说 中谁 疼谁 不疼谁 我说不是 我们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就打得最多 十一、十二、十三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就从来没有打过 怎么会不记得 你说 多少的东西 我们一直记住 我今年都学了一个 很大的功课 但是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 我对我妈妈 是很大的埋怨的 我对她这个 就是对我妈妈 但是奇怪 当我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在她的丧礼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按住我的感情 我猛哭 我想不到 我这么不喜欢我妈妈 为什么我哭得这么厉害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今年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在香港读完神学 拿一个学士学位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来看我的毕业礼 四年的神学 他们没有供我的 是我姨妈静静地给钱我的 我就告诉我妈妈 爸爸听 学校有奖学金 不用他们给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很不喜欢我做牧师 她说做牧师就是做乞业 不过你带着一条胎来乞业而已 所以我不敢问我妈妈拿钱 拿学费 四年他们没有供我的 但是我毕业的时候 他们很高兴 走来看我的毕业礼 这么多年之后 我才想起为什么 为什么我爸爸妈妈来毕业礼 他又不喜欢我读神学 又不喜欢我做牧师 我毕业礼 他们走来 我想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多兄弟姊妹 唯一一个 她可以看到行毕业礼 戴四方帽子的 是我 因为其他那些 全部都去了外国读书 我姐姐去了英国 我第七、第八个又去了英国 第六个和最大的哥哥 我又去了加拿大 我第六个哥哥做了医生 其他呢 十二、十四、十三 全部都在西亚特 他们毕业的时候 根本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机会去 是为了一个 拿四方帽子的时候 是在香港的 是我 还有 我在三藩市 按立牧师的时候 他们特意 在曼哥华飞下来 很多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 摆在路里面 他们不疼我 不喜欢我 但是我想这些东西 我在想一下子 然后我在想想 我爹的妈妈都很疼我 要不然她不会花 那么随 reaching 那样的 reporting我 可是很可惜 我成七十岁人才体验到他们的爱 一直来 自小到大 我都觉得我爸 我妈很不喜欢我 但其实 他们的爱心 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露 人家对我们的好处 有时很少的东西 我们很快就忘记 但我们正是记得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希望 今天在感恩节 来近这个礼拜里面 我们可以忘记 你最恨的人 行不行 没有人动过头 就是不同意 就是这样的意思 想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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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章 十一节至十九节 这里我不慢慢读 因为太长了 这里讲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里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远远站在那里 说耶稣啊 夫子啊 可怜我们啊 耶稣见到他们就说 你们去将身体给祭司 来查一下 他们就离开的时候 他们的麻风病就完全结症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 除了这个爱邦人之外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与神 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人 有人说 起床吧 起床吧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 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想过 我这段经文 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大家要明白 你们说 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 那你们立刻的病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对不对 有多少时候我们立刻回到神的面前 哎呀 神又多谢你了 你现在搞定了 我们很少这样做的 一旦有什么不妥的时候 就走来埋怨神 祈祷啊 神啊你帮我啊 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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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履历一看就立刻被我跳了两级 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 我们以为是自己的成就 我们看不到神给我们的饭头 我们只看到以为是自己的努力 或者自己的长处 或者自己的路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叫我们凡事要借恩 不要忘记不要忘恩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试试记住 十个麻风的人 如果大家知道那些背景的话 你知道当时那个时代 所有麻风的人都要被赶出城市 不可以在城市里面住 那些人害怕他们会传染他 所以那些麻风人多数都住在山卡拉的地方 住在那些山洞那里 又没有屋又没有城市 很惨的 那便走回来 在城墙门口那里 乞钱乞饭 没有人敢接近他们 他们没有前途 身体的病是绝症 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生癌症 好像没有希望 前途又没有 又没有工作 什么机会都没有 甚至连家人都要和他们分离 所有亲人都不敢亲近他们 不要说是朋友 你想想一个人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还有什么生存的盼望 是不是 很可怜的 十个麻风的人 经历过这些事情 现在得到医好了 只有一个 懂得回来 多谢耶稣 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一个会回来呢 很简单 第一 他看到自己的身体 得到医治 第二 他感觉到什么呢 他感觉到 这个人 是一个很不尋常的人 他有这样的能力 一个的绝症 他都能够医得好 他体验到耶稣 是有神的大能在他里面 所以他回来 归荣耀给神 然后跪在耶稣的脚那里 来多谢耶稣 这个是他的灵性那种的 的感受 如果你将他的感受 和那九个来比 那九个同样是一样 一样是有医治 得到医治 是吧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感觉呢 还有一样东西 这个第十个 他很开心的一样东西 就是从今以后 他的生活完全会改变 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和自己家人相聚 可以和他的朋友 再结交过新的朋友 还有 他的生命 有了前途 由头重新开始过 这一切的福分 都是因为他的身体得到医治 而带来的福分 他体验到的时候 他等不及 要回来多谢耶稣 这一切的恩典 那九个都有 现在不只是他们得到医治 那么简单 他们可以和家人相聚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生命有了前途 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那九个 完全都没有这样的思想 没有这样的感受 回来多谢耶稣呢 只是只有一个 就回来多谢耶稣 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都是这样的 英国有一个宰相叫邱吉尔 大家听过他的名字 他讲过一个故事很有趣的 他提过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他说有一次 有个小朋友 他在一只船那里 他在英国 你知道英国有很多海边 他在船那里跌下水 跌下水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是小孩子 英国很多地方很冷 那么有一个海军 有一个海军 这个兵来的 就立刻跳下水 救回这个小朋友上来 那很大件事 卖行报纸 拍照 他和这个小朋友在一起 在一起拍照 他救了这个小朋友 过了三、四天 有一天 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和他 出街买东西 撞到这个水冰 那个小朋友认得他 就立刻走过去抱着他 多谢他 那妈妈又走过去 那妈妈和那个兵说什么呢 他说 喂 喂 你那天 救我的小孩的时候 为什么不收回他的帽子呢 帽子的帽子的帽子很重要 因为那儿子的命很重要 他问他 我儿子的帽子去哪里 为什么不收回他的帽子呢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多时候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神做了事 我们好像看不到 我们还问神 喂 神啊 为什么不让我多一些啊 啊 为什么不在这里加一些给我啊 神已经和你开了路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 看不到那里 我们有更多的要求 或者我们所看的就是那顿帽 还比神所给我们的大恩 是不是 今天 我只希望的 但是 就是我们要 不要忘记 好像诗篇那里这么说 不要忘记 神的恩惠 要时时记住 我们有时做些事 习惯了的时候 变了一种的仪式 大家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祈祷 祈祷是怎么样的 谢谢天父请我饮食阿门 是吗 我现在祈祷 我在家和孙子吃饭 有个孙子祈祷 初初就讲英文 来到我们学校之后就讲中文 现在就唱的 现在 我都不知道那些先生怎么教他唱的 我都不懂的 以前初初讲英文的时候 就 多谢 Thank God for the old school 因为他转了来我们学校 Thank God for the old school the old teacher and the old friend 后来他就加下去了 Thank God for the new teachers new friends and new school 去到我们学校之后 他就念了 多谢天父 赐我饮食 即使我健康 奉主命求阿门 他就念了一段时间 现在就唱了 我都不知道他唱什么 我都不懂 现在好像又中文又英文一样 整首都唱出来 很容易 这个也是好 我们都要教下一代 来到借恩 但是 做着做着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 儀式 是吧 一个习俗 吃饭的时候 要去祈祷 那就去祈祷 但是 真真正正 我们有没有看看 桌上那几碟菜 然后我们祈祷的时候 真是多谢神 今天又有鱼吃 多谢神今天有鸡吃 有没有? 多谢神今天我们还有饭吃 你未曾打过仗 你未曾熬过 以前打仗的时候 有足食已经很开心 就是说什么呢 你拿些米 给多些水 多些人有得吃 但是那些饭是很稀的 我记得我们走难去广州湾 我第六个哥哥 我们吃番薯 那时候没有饭吃 他撕了皮 吃个番薯 然后问我姨妈 那些皮放去哪里 我姨妈说 吃完它 放去哪里 现在我们吃番薯 会不会吃完那些皮 是不是 我们不会欣赏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祈祷不要就这样祈祷 你明白吗 要看看台上的东西 然后真是有一个感谢神的身 你们有鸡吃 算得什么 饭头一样 我每一次吃鸡 我都多谢神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 唯一可以有鸡吃到的时候 就是过年 不是过年 我家里都不会吃鸡吃 现在 那些鸡最便宜 是不是 你去save rate 什么时候都买到鸡 那些鸡不知道多便宜 吃龙虾比鸡更贵 凌产 凌产 两个多人钱一磅 有没有搞错 我上个星期四到老人院那里 和他们感恩 午餐 他们给了一大袋凌产 我 哇 开心到我 我去save rate 买一元一个 原来下面 那些鸡房子 给我们老人院那些鸡 多到不得了 不是很大但很甜 因为它树上熟 我们是否懂得真真正正的 来借恩 多谢神 不是就这样念了他 我们祈祷 借饭 而真是 看看那些饭菜 来多谢神 给我们 有这么丰富的 食物 有瓦碟头 昨晚下大雨 哪个人在家里漏水 有没有 我们昨天吃完感恩餐 我回家的时候 一出来 看到有 有对青年人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问我们 五十四号怎么搭 五十四号巴士 我这里没有五十四 四十四就有了 五十四不知在哪里 我又不懂搭巴士 又多走两个block 刚刚刚那时下雨 我们走的时候 我说我送你去哪里 他说 他说 在那个 在那个 西 西 西 view 打边奴那里 西 海景 那头 我送你回去 下大雨 下大雨 他两个又没有遮掩 又没有遮掩 两个年轻人 最后 最后我们送了他回家 昨晚 很多的东西 神的恩典 为我们预备 我相信他都没有想到 一问第一个 已经立即说送他回去 不用他搭车 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大 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 不要忘记 借恩 我们大家低头 同心祈祷 慈悲的父神 我们多谢你 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 凡事借恩 不要忘记你的恩惠 主要求你教导我们 如何 来到纪念你的恩惠 不要当是万头 让我们 每一件的事 都能够 凡事借恩 祈祷奉主的名 阿们 好 现在我们 收奉献一下 我们来一套唱 我们来一套唱 安藉紫智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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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莫凤凤凤凤凤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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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